臺北有一名外送員 違規左轉遭人檢舉就被開出了五張罰燈 這當中包括床紅燈 為兩段式左轉行駛人行道等等 一共是五千四百元 網路上引發了正反討論 有人說這樣罰很療癒啊 但是也有人說很可憐 因為這樣罰下來 這名外送員恐怕這兩三天都是白跑了 警方則說這是單一的違規行為 只會針對這一櫃的罰單開罰 也就是開罰一千八百元 裝粉紅色外送向的機車一路超過所有車輛 無視頭頂上紅燈 禁止闖了過去 他騎到斑馬線上穿梭在行人之間左轉 走路的黑服女子被嚇得小跑步 外送騎士大膽違規 代價可不小 違規發生的地點就位在復興北路這邊 這個路口相當的大 如果加上代轉時間 整個回轉的過程可能要超過一分鐘 而這位騎士不想等卻收到了五張罰單 號制燈旁大大的兩段式左轉標誌 騎士卻視熱無睹 整個過程只有短短五秒鐘 外送員卻收到了五張罰單 包括第一張闖紅燈一千八百元 二 未易規定兩段式左轉六百元 三 行駛在人行道上六百元 還有不離讓行人一千兩百元 以及不易規定使用方向燈一千兩百元 總計五千四百元 恐怕這兩三天的外送單都白跑了 網路上正反討論都有 有人認為很療癒 但也有些人替外送員報區 雖然五張罰單都成立 事實上只會針對金額最高的那張收罰款 雖然說罰單砍到只剩三分之一 但千萬別心存僥倖 繼續違規 免得下次真的出意外 恐怕賠償金額會遠遠超過這個數目 這就是九華城市會台語超過冒兜